在烈日當空外出的市民 個個都大汗搭細汗 不想曬襯 唯有擔回把傘 擋著晚熱的陽光 天文台就在早上6時45分 發出今年首個酷熱天氣警告 受到中國東南部上空的一個反氣喘影響 其實該區現在普遍都是天色停浪 和有酷熱的天氣 在香港方面由於陽光普照 其實部分地區在中午時份 我們都錄到接近33度的氣溫 尤其是這個新界北部 我們在屯門、打鼓嶺、上水、濕離公園 都曾經錄到33度的氣溫 天文台指出 今日最高的紫外線指數達到11度 強度是屬於極高 並預測今日和明天的天氣炎熱 市區最高的氣溫達到33度 新界就再高一兩度 衛生署就提醒市民 預防中暑 在戶外工作和活動的人士 就要喝多點水 如果覺得不舒服 就要盡快到陰涼的地方休息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鄭漢成報導 我們下一個空階段 要運動 在請商量 現在在新界ember 還請消防中暑 為亡 Year